大家好 我是高雄區農業改良廠作物改良科科長李雪如 金黃是高雄、桃園還有納馬夏重要的農作物 產期是在7月底到8月 這一段時間呢 嘗試颱風、豪雨的一個季節 山區產會因為交通的中斷 讓鮮果沒辦法輸送 造成農民一個很大的損失 因此高雄區農業改良廠加工研究室 提供了國品加工的技術 來增加產品的價值 以及延長那產品保存的期限 那現在我們就請加工研究室來進行教學 我們今天來介紹金黃芒果蜜鏈加工的製程 首先呢 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金黃芒果 金黃芒果跟一般的艾文芒果不一樣 它的肉質加細、果粒大 而且它這個糖度呢 到這個時候呢 它的糖度就非常高 那這個金黃芒果呢 首先我們要經過清洗 然後瀝乾 瀝乾之後呢 削皮 用削皮刀來削皮 削皮之後呢 我們要切上下兩塊 上下呢 各切成四條 然後四條之後對切 所以會分成八等份 八等份之後呢 就準備來做蜜鏈加工 那在蜜鏈加工的時候呢 我們通常會先把糖水先煮好 那我們現在要加兩公升的水 那兩公升的水 如果家裡沒有容器的話 那我們就用十任份的大同電鍋 它倒到七左右 那就可以大概兩公升的水 我們這一次蜜鏈的糖是八百克 那八百克的糖呢 我們可以用家裡的兩米的米杯 5.5杯就是八百克 芒果呢 我們剩一公斤的量 糖融化之後呢 我們下一個階段就是放進那個 不鏽鋼的一個盤子 那這個不鏽鋼的盤子呢 最主要就是防止芒果碰到底部 那芒果碰到底部呢 它就容易燒焦 糖水已經沸騰了 所以我們要放入芒果 等到整個芒果放進去之後 芒果不在上面 所以我們現在要加入上蓋 把芒果壓下去 那芒果壓下去之後呢 我們要等它沸騰 沸騰之後呢 我們再計時30分鐘 那現在這個步驟呢 就是把這個蜜鏈的金黃芒果 放到耐熱的袋子裡 要加上糖水 那加糖水的目的呢 就是有點保護它的作用 如果放在冷藏 它的保存期限是兩週 如果放在冷凍的話 它的保存期限是半年 那這個產品呢 它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放在 比如說像冰沙 冰沙上面 加上這個金黃芒果的一個蜜鏈產品 那或者是蛋糕上面可以添加這個 那還有在奶刀上面也可以添加 那可以增加產品的CP值